笔手画脚拼贴近思语 孩子们绞尽脑汁 过了关就能拿到一张 可以换取用具的兑换券 和购买材料的买菜钱 买好食材回到幼儿园 摇身一变成了小小理财专家 妥善分配剩下的零用钱 妈咪 爸爸 为什么呢 为什么全部给爸爸 因为妈咪要断钱 断条子骨 靠自己的一个努力 去得到这笔钱 同时在教他们一个观念 就是钱不是拿到你只是花 罢了 就是用掉它 而是这个钱我们可以怎样去 做很好的规划 就是自己存起来 然后还有奉养父母 我们有钱的话 我们也是可以用我们的钱 去帮助别人 第一次亲自为自己料理晚餐 更能体会父母辛劳 辛苦 很累 为什么你觉得很累 因为很实财 实际 因为要很辛苦准备对不对 对 那以后你要不要帮爸爸妈妈一起煮饭呢 要 要孝顺爸爸妈妈 一道道料理上桌 感谢师长们三年来的教导与陪伴 让大爱妈妈 刮母相看 我现在回想他们四岁的时候 跟现在的差别真的很大 我真的很开心 他们现在可以一个一个这样 这么懂事 狱卒的贴心心理 让爸爸妈妈哭红松野 今天我看到的文量是很开朗 又很快乐 然后又很有自信 可以为父母狱卒 真的很想要流泪那一刻 因为我觉得文量其实可以做很多东西 这个是我在家里还没有看到的 毕业生快乐成长营 不仅让孩子更能体会父母辛劳 也学会自我管理 为即将到来的小学生涯做好准备 戴新闻夜秀文 也每分 蔡云为马来西亚报导